今天我们来学习做这一顶帽子 这七长针我一共是勾了六行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是勾了六行 我们就可以开始勾短针了 勾完六行的七长针以后 我们也是同样的在第一针的位置 这里做一个引把 起立针 直接在第二针的位置就开始勾短针 就每一个针目勾出一个短针 勾完七个短针以后 在上一圈短针的位置 也同样的要勾出一个短针 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勾 勾完的部分就勾短针 用白后锁一针 在起立针的位置勾出一针 第二个针目 同样的勾一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我们就加一针 就是隔二加一 两个短针以后第三短针的位置 加一针 好,勾完这一圈 勾完第二圈 我们也是在起立针的位置勾一个短针 那这一圈就是不加不减 每个针目勾出一个短针 到了第四圈我们就开始加针了 它就是隔三加一 在起立针的位置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在第四个短针的位置加一针 好,一直重复勾完这一圈 我这个帽岩呢 是有一点点小波浪型的 如果你想要大的波浪型的话 那就是隔三加一 隔四加一 隔五加一 勾出来就会是一个大的波浪型 我帽顶刚开始就是 隔两针加一针嘛 然后一针不加不减 一针不加不减 到第三针是隔三加一 那后面我们就是隔三加一 一针不加不减 勾完这个帽岩的部分 然后我们在这个接口的地方 可以它缝一条的 就是穿一根线过去 你觉得怎么穿好看就这么穿 好,缝满这一圈 把绳子穿好以后 就戴在头上 试一下看 有那种紧紧的感觉 就是自己戴起来觉得舒服 我们就把这根绳子 给打结了 就打一个死结 这个线也不用管了 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放一朵花上去就看不到了 还有这一个线头 我们就拿这个打火器 刷一下就是给它表 现在 就 也 试